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仁大学文爱志工队每个礼拜三、礼拜六到宜蘭县韩西村为原住民孩童做客服活动 他们在四方林华兴部落陪伴孩子阅读举办休闲活动希望能补足课业上的城乡差距 韩西村包含韩西、四方林、华兴、新光四个区域当地多为隔代教养 因此小孩在阅读、陪伴上较缺乏关怀 发起客服活动的辅大中文系副教授曾圣一表示 他看到这个部落与城乡课业差距太大 在这里的青少年很少高中毕业 有些甚至是国中就中错去打工 曾圣一还与佛伦社合作 在四方林、华兴各开一间阅读室 希望能提升读书风气 华兴的阅读室现在还放着好几千本书尚未整理 这些都是来自于民众爱心捐赠 在文艾工作表中 曾圣一还计划部落青年返乡服务 提供公读费让部落里的高中生青年回来指导自己家乡孩子 他表示返乡服务与辅达克服活动是相辅相成 两个没有办法取代 韩西村小朋友他们举起手说 文艾志工队陪伴有100倍的帮助 让他们成绩能够考到100分 他们每个抢着喊话 表达对辅大学生们的爱意 并承诺读到高中会回来教下届敌美 让他们功课进步 这个应该有很多辅大学生的姐姐 一直在我们做 有100分 100分 那一千分 那一百分 我们都在哪里 今年开办的高雄左营万年祭是高雄重要的民俗节庆活动 每年都吸引许多的观光人潮 今年主办单位还特别举办了台客舞竞赛 希望透过更多人的参与 凸显台客舞作为高雄的文化品牌 高雄左营万年祭今年已迈入第16年 如今已成为结合历史文化观光高雄的最大活动 每年都带来很多人潮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的主题是黄金成语飞万年 将有许多传统结合现代科技的展演活动 包括光雕袖 环保电子弓炮城 万年牙火师 台客舞大赛及特色美食等 高雄左营万年祭活动期间 重头戏之一的台客舞万年 多年来不断将传统融合新元素 让台湾民俗舞蹈展现出高雄在地文化的独特生命力 台客舞作为高雄的在地文化品牌 通过左营万年祭的进一步推广 让社会大众对于台客舞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原同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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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